这一幕也正是我们调查员在暗访时拍下的视频 在前段时间我们的调查员收到了匿名举报 举报这个桑拿酒店里存在着非法交易 于是调查员来到这里进行了实地调查案访 发现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姑娘 他们在这里都从事着非法服务 从视频里可以看到他们各个打扮暴露 甚至还主动站在一排挨个介绍自己的名字 画面里穿着黑色西装上衣的女子叫阿平 她是这个桑拿酒店的公关部主任 只见她正不停地推荐他们这里的姑娘 看到这个阿平如此热情地介绍每一位姑娘 让我们的调查员一时间无法接受 在了解了一些信息后 调查员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会所 根据掌握的信息可以得知 在这个酒店里的女孩多到数不清 甚至有的才刚20岁出头 没想到还这么年轻就出来从事这一行 东莞各个娱乐场所案中进行非法服务 东莞各个娱乐场所案中进行非法服务 多名姑娘穿着暴露衣衫部长 每个姑娘一天进服务数十人 经过调查员走访多家场所后发现 这附近的三大房足疗店内竟然都有非法服务 而且花样一个比一个多简直让人不堪入目 没想到这非法服务竟然在东莞这么盛行 这些人为了赚钱为了寻求刺激 不惜做出违法行为 已经严重触犯法律 对此现在当地警方已经开始行动 对多家非法场所已经进行查封 虽然警方在当地开展了大面积的突击检查 但是一些娱乐场所还是会顶风作案 而且对于警方扫黄行动的规律掌握得很清楚 不过在东莞有一个市民对警方扫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画面中的王先生正式帮助了警方的那个市民 王先生自幼双手残疾 目前在东莞街头靠表演才艺维持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双手残疾的老人绘制了一份扫黄地图 地图上面基本记录了东莞大大小小的非法场所 那么王先生又为什么要画这个地图呢 东莞各个娱乐场所案中进行非法服务 惹来众多市民的不满 市民王先生十分痛恨这种行为 徒手画出整个东莞非法场所的地图 市民王先生说自己住在一个郊区的小巷子里 在他房间的两边都是发廊 因为给因不好他每天晚上都听到隔壁有女生在叫 而且经常看到有不同的男人出入 后来他才知道那不是简单的发廊 而是进行非法交易的场所 对于这种非法服务王先生厌恶至极 后来他又听说当地还有很多发廊有非法服务 于是他就想把这些场所用地图的方式画下来 他就开始调查 一边调查一边将这些场所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 后来就将本子拿到派出所举报 王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邀功 而是希望那些从事非法服务的女孩 能够早日脱离哭海 听到王先生的用意 调查员不禁为他竖起大拇指 对此小编想说作为一个女孩 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为什么非要从事这种行业呢 在此希望这些女孩都能够回头 同时也要劝告那些男同胞们一定要抵住诱惑 对于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